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生活中我们跟人交往,有很多问题是要注意的。 中国有句古话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 跟优秀的人交往,学习他们身上的闪光点,可以提升自己。 可是遇到一些很负能量的人,整天怨天尤人,这种人我们一定要远离。 如果有这三种行为的人,一般这种人都是很丧,很负能量的。 对于这种我们要避免过多的接触,保持一定的距离,避免影响到我们自己。 第一种,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。 有些人,总是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,喜欢把别人的隐私拿来讨论。 这种人实际上是很自私的,根本不懂得尊重别人。 随意地议论别人,甚至说一些很轻蔑的话,这种人是很令人讨厌的。 往往很多争端和矛盾就是这种挑起的。 如果在单位遇到这种人,记得远离。 第二种,经常抱怨的人,有些人总是喜欢抱怨这抱怨呢,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了好,就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,凭什么自己过得比别人差。 这种人很容易心里不平衡,生活过得也很压抑,跟这种人长期交往,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态的。 有这个时间去抱怨,还不如想办法怎么去解决问题,抱怨能解决得了问题吗? 经常抱怨的人,只能散播负能量,这种人我们也要远离,不可深交。 第三种,好吃懒做的人,有一些人年纪轻轻却很懒,整天宅在家里,也不去工作,就想着啃老。 心比天高,命比纸薄。 整天幻想着自己能赚到大钱,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打一份工。 这种人是很懒惰的,贪图安逸,不愿意付出,也很喜欢占人便宜。 对于这样的人,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接触于,如果生活中遇到这三种人,我们一定要远离,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,不受到别人的影响。 我们有自己的目标,朝着目标前进,只需要跟智者为友,跟优秀的人学习,才能进步。 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,短短数十年,如过眼云烟,最后都是要成归尘土归土。 那么,怎么衡量一个人这一辈子是成功的呢? 如今的社会,物欲横流。 大部分人是认为是金钱,一个人赚够了钱,开着豪车,衣锦还乡,就是最大的成功。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,盖一栋豪华的别墅,就可以光宗耀祖。 然而,金钱并不一定就能代表成功,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。 富人只是少数,普通人也有普通人成功的标准。 但是,往往失败的人生,却都类似。 实际上,人这辈子最大的失败,不是没钱,是六十岁后遇到这两件怪事。 子孙不孝,活得毫无尊严。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,养儿防老。 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培养成长,长大成人。 一方面,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,另一方面呢,也是为了我们老了以后,儿子可以帮我们养老。 但是如果子孙不够孝顺,那么我们晚年也会过得非常的凄惨,活得毫无尊严。 我们村隔壁的一个王大爷,儿子赌博成性,不仅败光了祖业,还欠了一屁股债。 儿子好吃懒做,也不去工作,整天就在家里啃老,没钱了就伸手跟王大爷要钱,要不到钱就对父母又打又骂,或者以性命威胁。 遇到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。 可以善始善终。 可是从古至今,多少人前半辈子过得很好,功成名就,老年后一糊涂犯了错,导致全盘皆输,晚节不保。 李隆基在二十八岁的时候,大刀阔斧的改革,成就了大名鼎鼎的开元盛世。 杜福有诗句描绘了当时的盛世,一息开元全盛日,小意犹藏万家事。 然而圣九必衰,开元盛世持续了三十年,期间李隆基不思进取,没守成规,再加上宠信奸臣和政策的失误,结果导致了发生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,晚节不保。 所以,人的一生到了晚年,更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不能放松警惕,尤其是一些风花雪月的场所不能靠近,绝不能为了一时的享乐,放纵自己的欲望,最终可能会身败名裂,晚节不保。 接触于,总而言之,六十岁后的人生,一定要注意,每件事情都要想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的,不要一糊涂犯了错,那就真的是悔恨,也来不及了。 有一些不好的苗头,要及时掐断了,控制好自己,保持自律的生活,才能安度幸福晚年。 我们都知道,大城市的圣女很多,一方面现在女性追求独立自主,另一方面现在年轻人不愿意承担婚姻的责任。 然而,在小地方小县城,也有很多大龄圣女。 我跟一个三十五岁的大龄圣女交往一个月,是一名幼师,终于明白了她剩下的原因,很现实。 表哥去年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私立幼儿园的女老师,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幼师,表哥就很喜欢,虽然年纪是大了一点,大我表哥五岁,可是对方长得确实符合表哥的审美。 然而,令人惊讶的是,短短交往了一个月后,表哥居然提出分手,跟我吐槽说,终于明白这位女老师为什么剩下来了,是有原因的,很现实。 女老师跟表哥提了两个条件,满足了就可以跟她结婚。 希望男方可以在市区买一套一百二十平以上的房子。 女老师不希望婚后还要跟父母一起住,要有自己的独立住处,最好在市区,生活更加便利。 男方有能力最好是全款,装修也不能太差,她自己没有多少存款,婚后想做家庭主妇。 要求男方出的彩礼最少十八万,表哥相亲的这个女老师表示,她周围的闺蜜结婚,彩礼基本都二十万以上,有些甚至还住别墅。 自己最低也要十八万吧,不然在闺蜜面前也没面子,留部分给父母。 以后给弟弟娶媳妇用。 虽然表哥自己开了一家宠物诊所,收入还可以,但是感觉这些大灵圣女太现实了,果断选择分手。 虽然这钱我可以出,但是这感觉就是在交易一样,我无法接受,这也太现实了吧。 确实,这名相亲的女生,多少还是受到周围人的影响,有点攀比和虚荣的心理。 然而她忘了一点,毕竟自己三十五岁了,肯定不能要求太高了,得抓紧架了。 很多大灵圣女,就是在纠结太多物质的东西,然而毕竟优秀男人还是少数。 而且,过分地要求物质,即使男方有能力出这个钱,也会被吓跑,怕你所求无度。 实际上,只要找个品行端正的男人,物质这些东西,完全可以结婚后,靠夫妻一起去奋斗,这样也更有意义。